2012年卷议师第一条 这条题目就会见到有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用了框架来设计的 有个右边的框架 另外也有个左边的框架 OK,好了 右边的框架 例如可能按下DSE那里 就在左边就会显示DSE的一些资讯 然后可能你按下CEE 它又有CEE的一个网页 这样按右边 右边变成一个导览的栏位 然后这个内容就在左边出现 就是这样的设计 OK,好 它说这个编码插入了P1.jpg的图像 就是这一幅 整幅都是了应该 好,它就说用了一个这样的意思 有个ALT ALT是什么来的呢 ALT叫替代文字 换言之 它这里加了替代文字 而这个请选择考试呢 就是一个替代文字来的 这幅图片本身的替代文字 OK,你看到在网页上没有显示出来的 OK 那它就A1 怎样在网页上显示到呢 怎样可以在网页上显示到这个替代文字 请选择考试呢 OK,那讲明叫替代文字 所以有它的特别功能的 其中一样重要功能就是替代幅图的 OK,那什么情况叫替代幅图呢 例如如果图片不能够显示的时候 那什么叫图片不能够显示呢 例如图坏了,图被人搬走了 图改了名,不再叫P1.JBG 叫P11.JBG 那就显示不了了 就是所谓俗称的死图 当不能够正常显示的图片的时候呢 那这一格 就会显示替代文字 请选择考试了 没有了图嘛,死图嘛 那平时如果我们没有加这个替代文字 就纯粹是死图了 OK,但如果加了之后呢 在死图这个位置就写着 请选择考试 所以第一个会显示这个文字的方法呢 就是当那个图片不能够正常显示的时候呢 在那个图片的位置会显示这个文字的 好,这些编码 即是这些替代文字啦 怎样可以帮到视像人士呢 OK,好了 视像人士怎样看网页的呢 当然是靠独评软件啦 OK,那几乎每一年都考的啦 OK,那视像人士呢 会使用这个独评软件 那他呢,看不到图的嘛 他就可以透过独评软件呢 听到这个关于这个图片的描述 OK 所以呢,你可以就这样写啦 就是视像人士透过这个独评软件呢 就可以听到这个替代文字 那就知道关于这个图片的资讯啦 好,第三部分 他说这幅图呢 本身是600乘400 宽度是600点 我们要600像素 高度是400像素 的一幅图 OK,好了 他想保持他的宽高比 什么意思啊 400乘600就是一幅图啦 OK,不保持他的宽高比 这样叫保持宽高比 OK,好了,他问下列 是哪个选项 一二三可以做到这个保持宽高比 那留意这一条呢 5分的 第一第二部分呢 刚才答了呢 都只是割占1分 所以这条第三部分呢 是3分的 那所以呢 要逐个逐个解释 可不可以保持他的宽高比啦 先讲第一个 如果他呢 连结这幅图 然后只是显示with with就是宽度 只是显示宽度是600 宽度是600像素 那显示600啦 OK,那高度他不讲 那行不行呢 OK,事实上是行的 你如果指明那幅图 他的宽度是600呢 他会按比例 显示的 所以你要答什么呢 这一句编码呢 就指明那幅图是600像素 那那网页浏览器呢 会自动将那个高度呢 都设为400 于是可以保持它的宽高比啦 OK,好,第二个 with阔度300 height高度200 300和200和600乘400 可不可以保持到宽高比呢 那又要计一计了哦 宽高比呢 本身600是宽 高度是400 OK,即是6除以4 宽高比就是1.5了 OK,好,现在这里的宽高比是300 除以8 OK,都是1.5哦 OK,所以这个当然可以保持到宽高比啦 那就要答啦 图片显示的大小是300乘200 宽高比等于1.5 和原本的600乘400的宽高比是相同的 那就拿了这一分了哦 OK,好,最后这个 只是说height高度是200 那跟上面那一条一样啦 如果只是说阔度 高度会自动调整的 同样道理 我只是说高度 本来的高度是400嘛 我现在呢要显示200 OK,那个阔度都会自动调整的 OK,那所以这个要答啦 呃,那个编码呢 就会自动按比例 按个宽高比的比例 调整到另一边的啦